璀璨的綠色極光在芬蘭上空緩緩流動 瑞典夜空天際更出現綠紫雙色奇景 全都是因為太陽引發的第四級強烈磁暴影響 也因為地球磁場關係 南北兩極首當其衝 國際太空站太空人同時也拍下北極上空的極光變化 至於地表出現不同顏色極光 則是與氮氣氧氣有關 由於這次的磁暴威力是僅次於最大規模的第四級 因此除了北半球高緯度地區 南半球的紐西蘭夜空也出現極光美景 值得慶幸的是磁暴影響電力系統 衛星通訊或是GPS全球定位系統等現象 並未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